蓝蓝,这中国工具你想吃什么呀? 我,要不 咱们今天吃鱼吧 鱼? 行了,前面有一家烤鱼,可好吃的,我带你去 走 怎么了 啊 啊 那个 蓝蓝 我突然想起来,我的钱包忘了啊 你你先去饭店等我吧,就在前面 行,那你快点 孙宝,你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 你在这干什么呢 啊 我在这 捡瓶子吗 捡瓶子,你还知道说你在这捡瓶子 你去哪捡不行啊 非得来我公司楼下 你是不是怕别人不知道你是我姐啊 孙宝,我听说你谈了个女朋友 我想见见他 你想见他 你见什么见呀 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孙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咱父母 走得早 我们姐弟俩相依为命 你谈女朋友了 那姐想见见他 什么就不行了呢 就不行 姐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正跟他谈着恋爱呢 你可别过大公事 还要是看见你就是个捡垃圾的 能跟我在一起吗 还有这附近都是我同事 万一让他们看见了 到时候我在公司怎么会呀 我说的话你听到没有 以后别再来这了 赶紧走 你什么你啊 赶快锁 锁 真是气死我了 这钱啊可真不净化 这才几号啊 公司就花完了 这还要带兰兰去看电影呢 不行 给我姐打电话 喂姐 小马 怎么了 姐 我最近钱花光了 你看给我打点钱 这 我不是才给你打过钱吗 你怎么又花光了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 我现在没钱了 你是我姐 你不给我打谁给我打呀 行行行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这次给我多打点 我打一万块钱 什么 一万 对 就是一万 孙宝 我上哪弄那么多钱去啊 我管你呢 我管你呢 告诉你姐啊 不管你想什么样了 就算给别人借 你要把这个钱尽管给打给我 知道没 行 我借到了 挂了 这 这尊宝要一万 我上哪给他弄那么多钱呀 这剪瓶子 你剪到什么时候啊 哎 大姐 这个瓶子送给你 谢谢你啊 小妹妹 快去 那个大姐 我想问一下 你这年纪轻轻的 怎么在这捡瓶子呀 我们家穷 我也没上过什么学 只能在这附近 捡捡瓶子度日 那你家里就没其他人了吗 我还有一个弟弟 他就在这附近上班呢 是吗 我也在这附近上班呢 你弟弟是在哪个公司啊 他就在前面这栋楼 这么巧啊 我也在那 那你弟弟叫什么名字 真的吗姑娘 这也太巧了 我弟弟他叫李 蓝蓝 你怎么在这呀 等你半天了 我跟这个大姐 我们俩在这聊聊两句 跟他有什么好聊的 他就是讲破烂的 走 咱们不是要去看电影吗 真宝 你不知道 这位大姐说 他有一个弟弟 跟咱们在一起上班呢 什么 你是这样说的吗 姑娘 我记错了 我自己在后面那都弄 大姐 怎么会这样呢 你刚才也说了 就是那个天洞公司啊 而且你还说你弟弟姓什么 姓李 这么 咱们公司 可能只有你自己姓李啊 难道 难道她是你姐 难道 你说什么呢 怎么可能啊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姐呀 不对 大姐 我问你 你弟弟叫什么名字 李什么 我弟弟他叫李 你叫什么呀 我 我 喉咙痒痒痒 喉咙痒 最猫 你不会感冒了吧 没事 喝点水就行了 嗯 那个大姐 你还没说的 他叫什么名字 那个 我弟弟跟你不是一个公司的 你问了也没用啊 你也不用 是啊 走吧 咱们赶快走 你干什么呀 最猫 行了 到现在呢 你还装着呢 你就是他弟弟 他就是你姐吧 到现在呢 你还不承认 妈 我刚才都说了 我不认识他 他根本就不是我姐 这姑娘 不是他姐 他也不是我弟弟 行了 姐 你就别替他瞒着了 那一天 我都看到了 这钻毛怎么回事 你拿个钱不要这么慢 算了 我还是回去找他吧 怎么就不行了呢 就不行 姐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正跟他谈着恋爱呢 你可别跟我搭工事 他要是看见你 就是个捡垃圾的 能跟我在一起吗 还有这附近都是我同事 万一让他们看见了 到时候我在公司怎么会呀 什么 那个人是追猫他姐 什么 蓝蓝 你都知道了 是啊 孙毛 如果不是我自己发现了 你还准备忙我到什么时候啊 你连自己的亲姐都不认 我跟你在一起 能有幸福吗 蓝蓝 姑娘 你可千万别和孙毛分手啊 要是因为我的话 我走 我以后再也不来这里了 你别跟他分手啊 孙毛 你自己好好看一看 到现在了 你姐还在维护你呢 你是怎么对他的呀 姐 对不起 我不应该再对你 孙毛 你别这么说 都是姐的错 姐没有 没有照顾好你 姐 你别说了 都是我 当初 当初 你为了我 没有上学 后来我是上学了 我也有本事了 但是我就开始嫌弃你 姐 这么多年 都是 都是我的错 我再也不这样对你了 行了 孙毛 你现在 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证明啊 你还有点良知 姐 你就原谅他吧 我相信孙毛 以后一定会赶的 姑娘 你别这么说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孙毛 但是你 孙毛找了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那是她的福气 孙毛 你记得 要好好对人家 不要欺负他 姐 我知道了 原来 对不起 之前都是我的错 你放心 以后 我肯定会改的 我再也不这样了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行 真吗 那我就再给您一次机会 你看姐 一个人过得也这么辛苦 你啊 就应该把她接过来 行 姐 以后啊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以后 我也不再乱花钱了 行 咱们 咱们一起走吧 我现在啊 就带你去我住的地方 行 咱们 ividad